歌手第二对CP。 华晨宇的聊人功力我在他对KZ的宠溺里感受到了。 通过各位小可爱对于昨天发的Jazzy J和李全组合的反馈来看,大家果然都是看歌手不知听歌的八卦群众。 既然反向如此热烈,那妹妹今天再来一波这第九期的虐心沙。 华晨宇和KZ的兄妹组合看的本观众也是真情实感了,对了,有想重温,全时,组合甜蜜的小可爱情点本号的上一篇文章哦。 上面两张图清晰地记录了KZ。 所以感谢华晨宇跟他交换出场顺序时,华晨宇深情凝望的眼神。 是谁说华晨宇是只知道了鸡腿的呆萌少年,是谁说华晨宇是天生舞台王者的霸王花。 这眼里的柔情似水浓情蜜意大家感受一下呀。 最后中场准备拥抱时,花滑嘴角的邪妹一笑。啊!超级酥。 请火星人真爱粉告诉我,为什么柠檬的花这么会撩人。 拥抱上啦! 。 妹妹刚才去查了夏冬阳,KZ唐定安的出生年是1992,花花华晨宇的出生年是1990,所以只有两岁的年龄差,兄妹宠溺感都这么强的吗? 。 另一个角度感受KZ点小拥抱花大哥的喜悦,和花花弯下腰拥抱的温柔,拍拍杯的小动作真是很暖心noe啊。 。 美好的一刻,定格。 。 妹妹也是看过本期歌手之后。 Gat,到了这队的甜虫属性,在微博找童感的时候看到了华晨宇粉丝发出来的拉筹恨集合,这才回忆了一下,原来不经意间花花和KZ迷妹已经拥抱了这么多次啦。 。 感受下KZ在讲华晨宇和自己换出场顺序的感谢时,花花的宠溺脸,粉丝都说看不过去咯。 感谢芒果台的慢节奏剪辑,这一幕真的很戳心了。 KZ小迷妹一直在笑,而花花则一直难过的表情,一切都是恰到好处。 最后一张的大合照,里面站着只有一人没笑的华晨宇。看到着,你还能坚持不入坑吗? 。 对了喜欢此文的小可爱,也别忘记随手点赞订阅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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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